爆裂飞车玩具最近非常火 但是99%的人只玩过其中的一款或者两款 今天少奇给大家拍五款 它们分别是闪电神雕 平阳路 圣地猛马 凌波熊 石甲鑫 不要跟我讲你五款都有 那你也太土豪了 我们先猜第一款闪电神雕 因为这个最大 我也最喜欢这一款 卡片 小车 大车主体 还有一个小车 说明书上它这个叫法完全都写出来了 这个叫晶片 第二个说明书 就是这一张纸 这个叫威霸战车 这个叫恐龙战车 这一个大的就是暴裂飞车主体了 玩法也非常简单 无论是这个 它们的前头都带一个金属触铁 暴裂飞车的前头也有一个金属状铁 两个状铁只要相撞就会变身 牛白 通过撞击 暴裂飞车变成了一个大的神雕 神雕的头和翅膀做的非常棒 同样的我们把它收起来非常简单 这边有一个弹板 把它拉到前面去 扣在这个上面 然后整体的往里一缩 后面的这个盖板往上一盖 暴裂飞车成型 威霸战车 脚的恐龙战车也可以变 往前一推它就变成了一个三角龙 复原也是一样卡扣扣到前面 整体的往下一压 尾巴扣上 就复原了 后面也有撞铁 它可以和这个暴裂飞车同时变化 试一下 暴裂飞车变了 红车同时也变了 这四个东西组合起来的玩法就非常多了 变身 变身 脚车 撞击变身 晶片 撞击变身 接下来第二个大的阵地猛码 晶片 说明书 威霸战车 恐龙战车 爆裂飞车 这里面的叫法跟上一个叫法就一样了 对比了说明书玩法也一样 就是它们变出来的形状不同 给大家稍微演示一下 分别碰撞出了地震猛码 还有剑龙牙 模码像变出来显得更敦厚一点 整体是红色的 剑龙主体是绿色的 晶片和威霸战车只是起到触发机关的作用 可以触发这个暴裂飞车 它本身是不能变形的 把它们复原的步骤几乎都一样 只要把卡子掰回来 按照自己的感觉把它往上推 很简单就能把它复原了 后面扇子直接展示 持甲心 很有嘘 就是 杏阳鹿 推了 而是 溫出 不 肮 那么 我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